四位近北北桃的市長 同台登場 洪佑儀跑到桃園 與藍營首長 蔣萬安張善鎮 謝國良同台出席市政活動 接下來七二三 國民黨全代會 韓國瑜也終於確定 會現身合體 兄弟齊心齊力斷筋 眾祝成神團結具有力 非常高興 能與韓市長定監作戰 只是在這之前 韓國瑜一度傳出 因為事先安排了出國行程 無法出席全代會 不過近來黨內有聲音 喊出喉下 喊上 甚至傳出韓國瑜 不出席七二三全代會 就因為不願意替侯友宜 參選總統黃袍加身 所以才會以具體行動 破除喉喊信結傳聞 韓國瑜是變更自己的行程 原本他是準備跟小孩子 出國去度假 所以一開始他有可能 他有說可能沒有辦法 出席全代會 但現在為了要迷拼外界的 這麼多爭議跟猜疑 他變更自己的行程 然後特別出席全代會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侯市長應該要跟 這個韓市長表達真摯的感謝 四年前韓國瑜參選總統時 全代會地點同樣選在板橋體育館 當時身為地主的侯友宜 以由市政行程為由缺席 四年後主客議位 但這回韓國瑜特地排開行程出席 外界好奇侯友宜是不是有親自打電話邀請 韓國瑜出席的信號一響 等於定侯友宜與濫衣一尊 韓國瑜出席的信號一響 台北桃園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